斐车回响多幅正式冬策啊 相信大家都有好多想要的角色吧 那我们把想要的角色播外 玩到端幅 打开东西上 本期视频就来教大家如何在一周内 白嫖11的SSR 特别10经验 转发5经验 记得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五角做出更好的内容 顺便点个赞 还能够想要的角色 记载一波抽塔欧气 三点端住五角 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斐车回响最强冬略 首先 台幅250万 预约会直接送大家一位多幅限定SSR积水 她的定位是左梢辅助 能拓散左梢并降低敌方能量 虽然强度不错 但需要搭配胃压等左梢西长的完美花飞 没有胃压和安思义的小伙伴可以暂时先不用培养 然后台幅只需连续登陆两天 接着获得目前主流节奏榜东润的第一输出 领东降下芬尼尔 这角色在外幅就是绝对的人权 而且多幅降低了增上条件 一定程度上喜获加强 记得大家入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培养 把最好的装备全部给她 记得在超验剑斗 也就是长度时进行首次十连 毕竟能获得一个SSR 已经抽到奥带莉的训言 请偷摸一吧 此外 台幅还会送五轮十连毕德塔池 大家每轮都可以从十四自选中挑出一个最满意的组合 由于大家第二天毕得一个T0输出芬尼尔 所以最推荐大家自选前期台幻好用的东人性角色 路 瓦吉特 或者赛特 另外本月20号前在端方小人区中预约并且翻牌 既有机会获得龙和物道具 以及SSR角色 大家邀请好友预约可以获得额外翻牌次数 其中第五次翻牌必得一位角色 接着我们要打开当驻雄星 也就是翡射回响的新手七天任务系统 完成得类新手任务将积分累积到100 即得获得T1级通常角色龙皇尼德霍德 尼德霍德也是目前翡射里通知能力最出色的角色 她大招可以将最多四名敌人给冻结两回合以上 还能套刀队的自冲能第一时间释放 前期拉起来绝对能帮助大伙 脱战力打穿主线加深渊 今天也可以获得一个SSR自选项 讨历到这个阶段的玩法 主要以PVP和黑渊挑战为主 可以优先拿PVP较强势的角色 或者补第二位输出如迪娜和夜莺 感谢大家的散烈段落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